当你付款时 是否会不假思索地拿出你的信用卡来刷 信用卡是否让你在不经意间花更多 事实上确实有研究是如此表明的 使用信用卡时 你会倾向于没再花真实的钱的想法 说白了当你用信用卡消费时 你并没有在真正花钱而是在借钱 虽然你知道最终必须偿还欠款 但将付款推测后 可能会使你更容易摆脱花钱的付救 除非你立即偿还刷卡的款项 否则等到月底才感受到过度消费的冲击 这可能会导致糟糕的消费习惯 虽然听起来信用卡的诱惑很可怕 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 如得负责任的使用 信用卡是可以成为一个很有用的理财工具 让你可以更轻松地支付较大款项 赚取奖励并建立信用记录 在未来申请贷款时可以获得较低的利率 无论是哪种 使用适合自己消费习惯的信用卡 依然会有种种好处 但切记不能滥用 如果你计划拥有一辆汽车 房屋或创办一家企业 你将需要一个良好的信用历史 建立信用记录的最简单方法之一 是在适当时候使用信用卡 并且按时支付账单 以下是一些你可以相对轻松的 使用信用卡支付的项目 第一家电货电子产品 第二租车和酒店住宿 第三线上购物 第四海外购物 字幕志愿者 杀赫